你希望我过来是吧 好的 那我现在过来 我们家没人提这个事 要说提就是我女儿在提 她说想要一个妹妹 我们家好像都挺默契的 就不会再生的 我叫凯特 今年41岁 在一所省畜高校做行政工作 就是完全没有料到 太不一样了 大家也想不到 有了孩子以后会是这么一种情况 我跟我老公都是独生子女 家里就四位老人 然后我们两个还有一个孩子 对孩子也是讲实话的 我有时候会跟她说 这一点我现在做不到啊 因为养一个小孩 你看要吃要穿也要有人带 要有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 我说现在我们家都也不具备这样的情况 所以妈妈也没有考虑这个事情 我跟我父母 还有我女儿是回我原来的老家去过的 然后我老公这边呢 因为她父母是外地的 她们今年过年在这边 她就在这边陪她父母 就这样一种方式 你要拿个饮料 中间这个 主生子女 如果结婚了 那过年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呢 是不是应该是 就是两边的父母也大概在一起 比如说是六个人或者七个人在一起这样 吃一个年夜饭的 但现实当中是从来没有发生过 我爸妈呢 其实也是属于当时的那种晚婚晚育的 所以现在一个局面 就是说父母都已经70多了 城市里的这种职业女性 承担的就整个自己的生活 这种压力会比这种在农村的妇女压力会更大 可卡一 这种毒品 孩子多了以后 肯定绝大多数家庭都是家里的这个妈妈是更多的回到家庭 这一点是谁都不会去否认的 所以这种二胎或者说完全放开放开计划生育 实际上对女性是不利的 我是这么看的 而且因为毕竟还是一个男权的社会嘛 男性是更强势一些 他可以要求这个老婆去生孩子什么 这个时候 女性 没法拒绝 没有一种社会上的支撑 如果她自己说我不想生 这是需要一种非常大的 一个是自己的力量自己内心的力量也好或者自己家庭的力量 还有一种其实社会对女性的支持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比较顺利的话不用加班回到家就是五点钟 然后晚上晚上就跟孩子相处一段时间 然后等到孩子睡觉以后有时候会自己刷刷手机或者看看书 只有那时候是属于自己的 就也会有舍不得扔下手机的情况 就感觉那个时候我是我 其他的时候都是别的角色 是一个下属 是一个给人家 给人家就是协作工作的人 是一个妈妈 但是不是我自己 你现在也在工作吗 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